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AX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是2017年的8月15號 不知不覺影片已經做到第200集了 那從開始經營YouTube到現在一年又兩個月了 累積了6148的訂閱人數 觀看次數也突破了100萬 在優酷也累積了4749個粉絲 以及47.6萬的播放次數 那我對這樣的成績是感到滿意的 通常來說創立一個事情在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時候是最難熬的 如果說在第一年的時候沒有做出一點成績的話呢 就會考慮放棄或者是改變方向 我現在剛好就是經歷這個第一年的過程 在這個一年之間呢 其實我非常努力的製作影片 也不斷的求新求變 目的就是希望帶給各位收視朋友 更優質的影片 那今天能夠達到這個成績呢不完全是我個人的功勞 大部分的功勞呢還是要歸功於各位收視朋友 如果沒有各位給我的支持 我可能早就放棄創作影片了 因為各位的支持讓我更有熱情的創作影片 然後繼續的經營這個頻道 所以呢要非常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今天這集節目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收藏展示 在我第一百集的時候呢我曾經錄製了一個我的收藏展示的影片 從第一百集到現在呢也過了八個月了 那在這八個月之中呢我又做了一百集 其中呢我的收藏展示櫃也做了一些變動以及更新 那接下來呢就讓我來帶大家看一下我的收藏展示空間 首先呢看到這邊就是我主要收藏展示的一個空間 那這邊呢同時也是我工作以及錄影的一個地方 算是我的一個工作室 平常呢我就是在這個地方錄影以及工作的 那在這邊呢有一些電玩系列還有一些其他有的沒有的收藏 擺在這個層架上面 上面呢則是這個飛機小隊的收藏 這邊呢其實也變動了蠻多的 像這邊有多了一些東西 猴年的柯柏文呢也不知道放在哪裡所以就放在後面這邊 這裡還有一些電影第五集的Tiny Turbo Tranger 以及這個火種員這個我也沒有介紹過 在這邊呢堆了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像是我錄影的一些器材還有這個旋轉展示台 下面呢這些塑膠盒就是我收納一些沒有展示的玩具 之前是有三盒後來我又再多買了一盒 裡面呢就是一些有的沒有的 通常來說呢我會用這個封口袋 把這個玩具包起來做一個保護 也可以防塵 收納在這種塑膠盒裡面 那這個盒子呢我總共有四層 這一層呢是一些Titans Return的玩具 還有電影系的一些玩具 這一層呢也是一些電影系的玩具 最下面這一層呢也是一些電影系的玩具 接下來呢我們先來看這一個櫃子 首先呢我們把櫃子打開來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鳥東西 這一層呢是我Masterpiece的一個收藏展示空間 基本上呢已經放不太下了 所以說呢有些東西我必須要賣掉 或者是收在這個盒子裡面 那我個人呢對於G1的這些角色是相當喜歡的 也非常喜歡Masterpiece的這個產線 把它擺在一起展示出來呢我個人是覺得相當的正點 非常非常的屌 屌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到這一層 這一層呢主要是一些電影系列的收藏以及人車組的收藏 像這裡呢有最近非常夯的MPM3還有MPM4 這一台呢是RA24 其他的這些呢則是人車組的系列 那這一台是V級的飛輪 Sideswipe、Barricade、Sunwave 還有一些電影第五集的玩具像這個DragonStorm 還有這個新版的Bumblebee、Hot Rock、Crosshairs、Drift、Squeaks 後面呢還有佔了一排的大哥喔這個是我隱蔽科的收藏 這個是電影第五集V級的柯博文喔我們的大哥永遠的大哥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後面還有這個Ledfoot以及這個Rollbuster 那這兩台呢我都有貼上這個Report Labels的貼紙 Ledfoot呢也有裝上一個武裝Armor的配件包 再看到上面這一層呢也是電影系列玩具的一些收藏 那有些玩具呢我都已經收到這個盒子裡面去了 因為實在是擺不下了 前面這邊呢有一些載具形態的基本上都是有貼過貼紙 那我個人呢是還蠻喜歡把玩具貼上這個Report Labels的貼紙 讓它的這個載具形態呢看起來更加的正點喔 像這個千角以及這個Top Spin呢 它們貼上貼紙之後看起來都超屌的我個人是超級喜歡的 那這邊呢則是參雜了一些電影系列的玩具 像這個電影第五集的Megatron還有L級的Megatron Berserker Barricade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後面呢則是一些L級的玩具 這個是威將的大哥然後L級的Megatron L級的天王星 還有這個APS02的轟天雷 這裡呢還有這個Nitro 看到最上面這一層呢則是我大哥的一個收藏展示空間 那這裡面呢有各式各樣的大哥喔 這個Orient Pack 還有這個油罐柯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跟我第100集的展示呢其實有做了一些變動喔 像這邊有Towy War的這個大哥 還有這個MB-11 後面這裡有這個絕創的大哥 以及Magtoys的大哥 這裡有這個DMK02 還有這個APS01 戰損雙鉤柯博文 透明版本的柯博文 還有一個天婆馬甲柯躲在這個後面喔 日版雙刀的L級大哥 DA28 還有一些電影第二集V級的大哥在這邊 這裡呢則是電影第一集L級的大哥 那這邊這個櫃子呢大概就像這個樣子喔 基本上呢跟之前第100集比較起來呢 是多了一些玩具 以及在擺設上呢有做了一些變動 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呢 看到這個抽屜呢打開來 裡面有一些Masterpiece的盒子 後面這邊呢還有放了很多特點硬幣 這裡呢還有這個音波的一個特點 這些特點呢我都是這樣子把它丟在這邊喔 收在這邊 下面一層打開呢一樣也是Masterpiece的一些空盒 還有一些硬幣的收藏也是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個人呢是非常喜歡把Masterpiece的空盒擺在一起 看起來呢是非常好看的 接下來呢我們打開這邊的櫃子 這裡的櫃子呢我也放了一些Masterpiece的空盒 還有一些未開封的玩具 像這裡呢還有一隻全新未拆的 WFC的大哥 那我是蠻喜歡這個模具的所以呢我又收了一隻全新未拆的 畢竟它是我們的大哥嘛 下面這邊呢也有非常多未拆封的玩具喔 然後呢基本上都塞的非常滿了也放不下任何東西了 那我就不一一的拿出來跟各位展示了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這裡呢有DMK03的柯博文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組裝喔 以及一些領袖之陣First Edition的大哥 下面這邊呢一樣也有一些未拆封的玩具喔 像這個我也沒有打開來 這邊呢還有一個日版的隱蔽顆 我算是把這個模具呢收的差不多了 那這邊這個櫃子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這一層呢主要是Masterpiece 還有一些第三方的狂派的收藏 像這裡有MP的廢棄還有這個有的沒有的照相機三兄弟 TFM的三個成員後面有三個飛機小隊 以及第三方的大火車音波官方的Megatron TFM的汽車大師三變閃電 這裡還有三隻尖頭部隊的成員 以Masterpiece來說呢狂派角色出的是比較少一點 往上看呢這邊有一些有的沒有的也是電影系的玩具 像這邊有這個AD31 這裡還有Cross Hair 以及這個鏡像柯博文 上面呢有第四集的大黃蜂還有甩尾 這邊呢則是我Autenity的一個收藏 旁邊這邊呢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這裡呢則是有一些恐龍金剛 TLK15,威將的探長 Galbatron Lockdown 一些電影第四集還有第五集的玩具 上面這邊則是我黑科的一個收藏 這個是2017年東京辯駁的黑科 這個是最新的 裡面呢也是有非常多黑科那之前都有看過了 稍微看一下就好 旁邊這邊有MP05還有G1的Megatron 以及MP的花豹被我放在這邊罰站 一個人孤零零的站在這邊 為什麼呢因為它拿回來 它就給我裝羊過 一隻手就給我斷掉了 所以說呢 我對這個玩具是非常的不爽 裡面這邊呢還有電影版的大力神這個BT系列的 然後在這個裡面呢還有一些玩具其實躲在這個裡面喔 看到最上面這一層呢則是我這個Transformers Prime的一個收藏 那這個八個月之中呢我買了這一隻 這一隻異色版的這個 這個名字叫什麼我忘記了 然後我把Titans Return的霸王還有超神人來呢 放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它們都是動畫的角色嘛所以說 擺在一起看,看起來也是還蠻合適的 領袖之陣這部動畫呢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推薦的喔 如果還沒看過的人呢我非常強烈建議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系列的玩具呢也做的還不錯 尤其是這個First Edition做的都是相當的屌的 看到這個樓梯間呢就是我放一些空殼的地方喔 然後在上面這邊呢還有一些Legend Class的一些收藏 我就是擺在樓梯的這個空間這邊 那像這種Legend Class的收藏呢我收的並不算多 但是呢我會選一些我比較喜歡的角色 來做一個收藏,那擺在這邊呢看起來也是還不錯的 在這邊呢有我去看這個電影第五集喔,所買的一個飲料罐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展示櫃 主要是收納我Hot Toy 還有一些鋼鐵人啊 復仇者聯盟 那我把日版的大力神擺在這個展示櫃的上面 這裡有一個蝙蝠俠的探照燈 還有隕石形態的柯博文以及天王星 展示櫃的最上面這一層是Hot Toy的蝙蝠俠 那我非常喜歡這個武器格納庫這個組合 下面這邊呢也是Hot Toy的鋼鐵人 還有一些迷你版本的鋼鐵人 再下來呢這邊是復仇者聯盟、美國隊長、索爾還有浩克 最下面這一層呢則是迷你的鋼鐵人 看到這裡,這裡是我房間的展示架 那這裡我是放了一些Titan's Return系列的玩具 像這幾個真正的頭領戰士擺在一起呢是非常正點 還有這裡有三個狂派的頭領戰士 後面這邊則是河底戰爭的大無尾 還有一些L級的、V級的、有的沒有的Titan's Return的玩具都在這邊 那有些我買到日版的玩具呢我就會把美版的收在這個塑膠盒裡面 看到另外一邊這邊則是一些經典系列的收藏 那這邊呢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動,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上面這邊呢有一些狂派的變形金剛 後面有GT的大力神,還有這個Worbertron的軍事合體 以及一些D級、V級、L級的狂派的人物 這邊呢還有Titan's Return的毒氣彈以及閃電 那以上呢就是我目前收藏大致的一個狀態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呢其實這個收藏展示的空間是不足的 很多玩具並沒有辦法好好的展示出來,這是我最大的一個遺憾 那我的夢想呢是擁有一間更大的工作室以及展示空間 我是希望把我所有的收藏做更有效的規劃 以及更完善的管理,那希望這個夢想呢能夠早日完成 那今天這個200集的特別節目呢也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有什麼感想呢可以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喜歡這部影片呢也可以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這對我來說呢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然後那句進 Flex Jer 呢 坐在清他逼嗎? ekoran